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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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身旁这位算是各大赛事在比赛 很少看到用到长标的一位高手也是达人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爱风虾 就是刚好最近虾战天下会出了一款长标 也是由我在制作研发出来的 我们想说请这个长标达人来今天帮我们测试 帮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问题这样子好不好 要不要跟大家hello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温 那我主要玩的吊主式长标 那今天有心就是有小席跟阿刚 他们今天推出一个新的长标就有测试 那我刚刚也已经看了那个标的标型 然后有稍微看了一下那个标的状况 那是我觉得是还不错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待会做吊的情况 好啊那我们就进去顺便看看一下里面的环境 等一下我们会请他绑一下县主 让大家知道说 长标达人他的县主是什么配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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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三个长标主要就是色头不一样 有橘粉绿 那这个绿有些人也是称它为黄色啦 那他的分数是2.9分 那等一下我们使用的杆子是近期刚拿到的 虾战Performance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再微调 那色系的话这边是微变的 那我们配的尾塞是90克 那等一下也会请小温氏以下调性 好大家好 那那个待会我就会拿这个 虾战天下的这一支橘头标 那为大家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一般长标的一些调阻上面的一些配置 那我的配法会跟大家一般长标 比较不太一样的部分的话就是 我会以它是方便代谢 然后还有带讯号的方式去做一个配置 啊我细节的部分的话我会 待会在绑的时候跟大家讲 我每一个挡斗跟每一个欧环 以及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包含我还会用到那个0号的发炮球的一些作用 好OK 那今天我主要绑的线组主要是 X8的PE线 这是0.8号 0.8号 然后还有钢式天平0.8是克 还有我们这个小小的挡斗 大概是0.4到1.5 跟这个0号发炮球 还有机场座配件 它这个其实是透明的那个挡斗 它这个比较紧 它主要是我会把它绑在我们干头上面 然后在八字环的部分的话 我今天是使用的是0.04克的14号八字环 在我们标头的部分 标头部分的话我会用一个 这个长标的固定环去做一个固定 还有在标角的部分的话我会利用它的机场座 在这里 在固定它的这个长标下半身的一个部分 去做一个固定的部分 好那我们在绑长标线组的部分的话 一开始是先绑干头 因为我们要先量这个线的长度 那通常我们在长标的长度的话 大概都会抓5尺到5尺半 因为你北部虾场的虾尺的长度的部分的话 那在标头的部分的话 在现场的部分我在线拉出来之后 因为我要先做一个打结的动作 所以我这边会做一个前面做一个干头 做一个打一个小使节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将前面的这个挡豆套上去 我通常会绑两个 比较稳 一个圈圈之后 你就把这个透明的这个挡豆把它套上去 因为这透明挡豆是我用过最 我觉得比较紧 好 OK 透明挡豆套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把线的长度先拉出来 这很简单 其实就是把这个上面这个圈圈套进去之后 把这个透明挡豆卡住 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长度大概会抓五尺 那我通常现场的部分的话 我都会五尺到了之后 我还会往下再抓一点 因为你到时候量的时候 你还是要包含这个天平的一个长度 还有你等一下绑八字环 可能会用掉一些一线的长度 所以我会往下再抓一点浴度 大概这个位置 就是五尺然后再多一点点 现场招出来之后 我们第一个要绑的就是 0号的发炮球 那0号发炮球有些人会说 在线主上面加一个发炮球 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比较好目视到 这个线的位置 那我的发炮球的用意 其实跟大家不太一样 我发炮球的用意是为了我待会带线的时候 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们长标在带线的时候 其实最怕的就是提到头 那我这发炮球的用意就是 可以让它在水面上有一个接触面积 那跟标之间会有一段距离 那它可以做一个平行带线 而且不会提到标头的动作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操作的方式 那发炮球装完之后 我会装第一颗挡豆 那我这次的挡豆主要会装 两颗 一个是上面的单挡豆 然后在下面的话 我待会在机场座下 我会就做一个半豆的部分 那主要是它可以定位我们水深的一个位置 那第一个挡豆做完之后 我会挑三个机场座 第一个是 这个 黑色的这个最小最小的一个机场座 那主要是固定我们的标角的一个中间跟上面的位置 然后最后做一个V型的机场座 去做一个下挡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这部分的话是先 黑色的机场座先套上 然后最后装上我们的V型 V型插座 那装完之后最后 因为它这个机场座它其实是会滑动的 所以我在这最下面的话我会再加一个半豆 那主要的用意是除了 可以让我知道水深的位置之外 阻挡这些配件掉落的一个作用 那挡豆的部分的话 其实半豆的话 尽量的用最小的就用最小的 因为会比较 会比较挤 那这就是大概一个基本的一个长标的一个线组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那个长标的固定环 那这个也很重要 它的用意主要是 它在套在我的长标最上面 那方便我在带线的时候 它不会把我整个标提起来 所以它在我在平衡带线的时候 它可以利用这个固定环去做一个带线 那它的位置大概就是 会在这个零号发泡球的位置 那我这个零号发泡球 刚才有讲到说 它除了是让我带线以外的话 它其实它还可以 你看在线组的部分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欧环挡住 因为会掉长标的人 可能常常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这个欧环容易不见 那我这部分的话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挡住 它比较不会晃来晃去 OK再次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配八字环 那配重的部分的话 我已经帮大家测试过 0.84的天平 再配上14号0.04克的八字环 那就可以直背 到我们的这个 长标的第一条最上面的吃水线 这个吃水线也是比较适合 新手跟一般有在玩标的钓游 去做一个使用 那绑八字环的部分的话 我刚刚因为下面有留一些字线 所以我在绑的时候 我就可以拉的比较长一点 我们就把这多余的线把它剪掉 好基本上一个长标的线组 就配置完了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先把它装上去 看一下装起来的样子 会长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在装的时候 长标拿到之后 先从它的前面的固定环先插入 先把它固定在这个上面 之后中间这个挡道 让它保持在上挡道跟 第一个机长座的中间 那下方的话 我们就先做机长座套进去 机长座第一个套进去 尽可能不要拉到最上面 因为长标在最上面 这里其实它是空心的 你拉太上去的话 它会去挤压到它的空心 然后导致它变形 那就会影响到它这个浮力的 一个情况 所以大概 一点点就固定住的作用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 我会把它选择固定在中间 然后把它拉直 然后最后一个V型插座 就把它固定在最下面 主要是它这个标角的部分 可以固定好 然后最后一个半挡的 我把它往上推 那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在这颗挡痘 跟这颗半痘的部分 作用的部分的话 像我们在量水深 通常都是量贴为主 所以你在量完水深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挡痘 会在这个位置 然后下挡都在这里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发现 虾场的水深不一样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调整的话 如果要量拖的话 其实我们就只要不要把 不要往上拉 你就可以很明显知道说 那我这段距离 就是我现在拖了多少 那你再把这颗半痘 把它往上去抵住 下方的这个V型插座 那你就可以得到了 我在这边是贴 然后往上拉之后是拖 我今天如果拖掉完了 我现在想要掉回贴的话 我只要再把它往下拉 就又回到贴的位置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上面 它的半痘 就会有一个距离出来 这个距离就是你待会 可以掉拖的一个距离 做一个即时上的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要掉飘的话 那就是一样继续往下拉 让它这个上面的距离去告诉你说 你现在是拖多少公分 然后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的现组 一样是用下山天下的新手包 这一咖新手包是阿刚的 里面很杂乱 越杂乱好像掉得越好 这个一样是水生棒 剪刀钳子 两个马卡龙 钩子 剩下的东西可以摆到像天秤 可以摆到这边 这边有个碗子 或者是下面的掀开 也可以再摆天秤 这是阿刚的装备 那我们现在先量这个水生 一样这个爪子挂到天秤上面 去看钩子的距离 触碰到地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就下去量水生 今天也是一样 跟小温 就是用虾占天下的 近期推出的 应该说开始这几天就会有了 我们用长标 就是一起测试 其实这个长标的涂装 真的是蛮漂亮的啦 几乎已经快到 手工标的标准了 我个人觉得他真的 挂的那些涂装跟线条 真的算是蛮不错的 好那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长标 他在量水生的部分 那我们长标在量水生的时候 我自己会先以漂为主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样其实在量的时候 其实那个 钩子是有半拖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长标的话 他不能完全量 量刚刚好是贴 因为其实你在带线的时候 因为浮标他的特性是 他是整支都是写的 所以你如果在带线的部分的话 他其实你在带的时候 他右边的这个标 左边这个标角 他会把这个长标提起来 所以你在带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再往上飘一点点 所以你要量贴的话 建议就是在量的时候 事先拖0.5公分 在带线的时候 才会是刚好贴力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量水生的部分的话 一样就是在这个 长标这固定环的这个一个位置 最上面的这个持水线 那我们量水生的话 先以我们要 待会要攻击 要攻击的一个区域 做一个量水生 那我自己在量的部分的话 会四个角都量 那刚量就有点太太深 我们就直接把他往上了 好 先量这个水泡区 像这样子就是有点太高 就把他往下拉一点 好 这个位置就差不多 就刚好是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我在量的部分的话 我会从前后左右都量一次 像这也是刚好 然后右边水泡 这边也是刚好 左边水泡 也是刚好 那就是短边的部分 这也是刚好 那如果你有遇到就是 加场他的水深位置 都是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有深有浅的话 那建议都会以量深吊浅的方式 因为你量浅掉深 掉深的话你的 你的钩子会飘得太高 因为其实你都在玩长标 他的讯号是非常明显 所以你不用怕 钩子拖地拖太多 因为只要下次经过 一微讯一出来 其实长标给你的讯号 是非常明显 所以你还是会看他大概乘到哪个才是一定的 对 通常我叫新手来钓场标的部分的话 我会叫他乘第二次 然后开始走的时候就开墙 但是我觉得上面那个浮球 是因为要看那个线是不是 不是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浮球 我以前一直认为那个浮球 好像会影响到浮力 所以我刚刚在绑线组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讲说 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浮球的用意 是拿来看线组的位置 那其他的最大用意是你在 其实钓长标跟阿波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最常就是在寻瞎 所以这浮球的用意 对于寻瞎来说是非常重要 就像是 比如说我在做钓的时候 那我浮标 这时候我只要把这颗浮球 因为你如果浮球没有在这上面 你平常在带线你可能会这样子 然后就提到 对 有没有 这时候如果你提到标的部分 它就起来了 钓子其实已经迷信很短 我现在讯号有 这种就有点兴趣 像我这种就是 稍微往左边打一点点 然后再等它一下 像它上下跳动的部分的话 它就是 它可能还在玩 然后成了 够成了就直接打 我刚刚有打到 噴掉 所以你这颗浮球 它的距离其实 你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 因为你如果距离太近的话 你在带会不好带 是 其实你在带的时候 你只要保持这颗浮球 在这个水面上面 意思说我们在带线的时候 是以那颗浮球 你看你不要让它提起来 你只要一提起来 你的标就会顺势被抬起来 你只要这颗浮球 贴在水面上这样子带线 然后像这样就有讯号了 你看它像这样 它也上下跳动 对 上下跳动 然后它会再浮起来一下 它像是我硬带出来 如果你看浮起来了 又浮起来了 然后它等一下又会再下去 你如果你带的话 它大概是在小匣子 你不要开走 走了 就是我开枪司机了 代表这个标 这个讯号 这个讯号是可以 我可以很知道 它的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跟你平常在玩手工标 其实是几乎接近 因为我在判断 我就是这样子在判断 是 刚好今天请你来嘛 除了是这个长标 刚好也有下站的 Proformance 这是杆子 我刚才掉了两支 我觉得比较细 所以我本身就是拿90克的在用 对 然后我习惯是拿8尺 所以我的相对 我的杆节会比较粗一点 是 我自己也喜欢拿青杆 所以我这支拿起来的时候 其实 这时候改过的嘛 你说什么东西 我都是杆子原厂就是这样子 原厂就这样子 那我觉得也很不错 因为 其实你原厂可以出到这么轻 然后又这么顺手 我觉得 拿起来是顺 再来是 它掉到虾子的时候 这反播力呢 反播力是 可以的 对 手感是很好的 在这里 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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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节奏 在这个浪漫的世界里 偶游 我们想说还是 掉下老手 在这里都能藏到 属于自己的节奏 我们分享情愿 互相学习 孤独提升 跳下记忆 冲造奇迹 跳下 有些人无穷 掌声中够的掌杆 让我们听见 跳下 跳下 有些 快乐的节奏 在这个浪漫的世界里 偶游 我翻译中方的精神无差高 在黑暗好一点 家人徒服 把你继续在跌起 没有点红 在插口拼铁 脱手送的尽量 明明开行 就去时光点好 咱们睡觉到够好 跳下 跳下 落成猛虫 鲜声中落 就紧续 我们就一 丢好 快乐的体操 在山洪漫的世界里 没有人 We cast the lines We're reeling in the fun Underneath the sun The fission's just begun From dawn to dusk We're hooking dreams In the shrimp fishing world Nothing's as it seems The thrill of the catch The splash in the night Sharing stories and laughter Everything's right Together we stand The fishing plans so tight Casting books and dreams Into the night's light 我们是来自下 在天下的伙伴们 一起打造 跳下娱乐的未来 努力将在运动带 往大街小巷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 岛下的惨快 我们欢迎每个喜爱 跳下的你 一同加入这个热闹的行列 在这个平台上 展现你的技巧 与全国的好手们 一脚高下 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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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趣无求 在山中多的挑战 让我们团结 跳下 跳下 快乐的节奏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 遨游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 遨游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 遨游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 遨游 We cast the lines We're reeling in the fun underneath the sun The fishing just begun We're hooking dreams In the shrimp fishing world Nothing's as it seems The drill of the catch The splash in the night Sharing stories and laughter 但是长镖 在放下的时候 应该不会说 在它面前 在那边等 因为坡下去 应该有时候镖尾也会断掉嘛 你说放下的时候啊 对 你会怕它箱子去砸到 对啊 会不会 是不太会啊 就给它 就像这样子打 其实它在水里 水里的缓冲是够的 在沙地下 好多啊 好多啊 啊 好多啊 对啊 好多啊 啊 点满 嘴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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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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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